巴黎奥运会将在2024年的夏季举行 在序里奥运会还有不到一年之际 44周岁的前8个级别的世界拳王帕奎奥宣布了一则重要的消息 即使他要代表菲律宾出战明年的奥运会 远自己未能参加奥运会的梦想 可是帕奎奥由于已经44周岁 无法通过下个月的杭州亚运会拿到奥运入场券 因为亚运会对拳击运动员的年龄上限定在40周岁 但他可以通过国际奥委会给的特殊外卡参赛 能拿到这个外卡的只有9个名额 其中男子4人,女子5人 帕奎奥还可以通过2024年初举办的两战奥运会亚洲选拔赛 争得入场券 但笔者认为帕奎奥如果真要打奥运会 不太可能参加州际选拔赛 而是直接向奥组委申请外卡 毕竟他的身份和知名度摆在这呢 不过即便帕奎奥真的如愿拿到外卡参加了奥运会决赛圈的比赛 就一定能拿下奥运金牌吗 笔者认为未必 因为尽管业余拳击和职业拳击都被归类为拳击范畴 但二者介于规则不同 其实是两种运动 帕奎奥作为常年参加职业拳击的选手 如果转行进入业余拳击 在三回合以得点为主的回合之下 真的很难拿下那些体制内的点数高手 并且奥运会决赛圈平均每一比两天就要比赛 届时已经45岁半的帕奎奥体能是否扛得住也是一个疑问 因此 帕奎奥若能夺金 自然值得铁杆拳迷庆贺 倘若帕奎奥在淘汰赛被吴明志被击败 也千万不要感到惊讶 虽然业余拳击的名称容易让人觉得比赛很业余 但其实这是一种误读 大部分参加奥运会的拳手都是专业运动员 只不过从事的行当被称为业余拳击 可他们一点不业余 甚至比职业拳手还专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